董老師剛看到G7正在廣島召開 同時美軍的黎米之號就停破在日本 是的 這一次的G7廣島會議 其實一般有四個最重要的主題 第一個是角色的轉變 第二個是俄乌戰爭 第三個是應對中國 第四個是核不擴散 那國際媒體其實都注意到日本角色的轉變 你像BBC 法新社都注意到 說這一次的G7會議長得不太尋常 什麼意思呢 就除了G7國家之外 歐盟之外 日本另外邀了誰呢 另外邀了印度 巴西 韓國 越南 澳洲 還有太平洋島國 日本想要幹什麼 就是說為什麼日本是主場優勢 他找了這些人來 所以一方面凸顯了日本的國際角色的轉變 第二個是想要把G7擴大來取代 已經陷入僵局的G20 其實我覺得在這次的G7會議裡面 日本他是外交最大的贏家 你看拜登 剛剛拜登總統說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日本的領導能力 在這次的G7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這是拜登講的 那這次的G7會議的那些主題呢 到底在講什麼 第一個 台海議題 重申反對以武力片面改變現狀 還有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敦促和平解決這個兩岸的問題 第二個 支持烏克蘭 烏克蘭這個抗俄自衛 確認繼續對入侵烏克蘭的俄國實施制裁 第三個 美國重申 它的延伸嚇阻的保證 承諾合作來因應北韓的威脅 增加印太多邊的合作 尤其是要把南韓納入四方安全對話 第四個 經濟方面 進一步的增加在經濟安全領域的合作 包括稀土 半導體 量子運算 AI 生物科技等最先進的技術 都要跟日本合作 第五個 確認了被稱作是 全球南方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 要輔助南方國家 那我們回頭看中國 中國就一樣的 跳腳 詛咒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又說了 美國跟日本等個別國家 不斷地虛化 抛空一個中國原則 從政治 經濟 軍事上 同台獨勢力勾連呼應 對台海局勢緊張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所以說呢 這個中國警告 停止對台獨勢力的縱容支持 停止在台灣問題上挑釁玩火 不要站在14億中國人民的對立面 玩火者必自焚 其實呢 這個中方的中國的這種詛咒呢 過去三年都一樣 無濟於事 G7國家只要團結站在一起 就不會畏懼這個中國的恐嚇 我們知道習近平同步在舉辦這個中亞五國峰會嘛 很多媒體都說 舉辦中亞五國峰會是要跟G7會議別苗頭 我覺得這個大錯特錯 中亞五國 我這樣講好了 中亞五國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是哈薩克 哈薩克的他的人均GDP一萬塊美金 可是哈薩克呢 人口只有1900萬人 比我們台灣還少 中亞五國最大的國家 烏茲別克 他的人口3500萬 他的人均GDP2000塊美金 中亞五國的人口加起來7000萬人口 中亞五國的這個經濟 基本上都是屬於未開發國家 2000塊美金啊 那是貧窮國家 所以你無論從哪些角度看 他怎麼可能跟G7別苗頭呢 G7國家人口最少的是加拿大 加拿大人口3900萬 人均GDP五萬五千塊美金 欸 對不起啊 G7國家經濟最不好的就是日本 日本的GDP 人均GDP三萬四千塊美金 歐洲經濟最不好的那個國家 G7國家意大利 意大利人均五萬一千塊美金 簡單的說啦 G7國家的GDP的總和加起來是四十二兆 美金佔全世界GDP的百分之四十五 所以中亞五國峰會我怎麼看都沒辦法跟G7峰會 不要說別苗頭啦 就是說你那個經濟跟人口 包括政治軍事等等力量 連G7國家一個指頭都不能算就對了 可是呢我覺得我們不要誤會中亞那個五國國家 中亞五國過去傳統上跟亞洲國家一樣 經濟靠中國安全靠俄國 其實中亞五國很努力的在維護他們國家的獨立自主 所以現在呢 就是說這個中國召集中亞五國開會 中國願意經濟上多拿錢出來 中亞國家很歡迎 看能夠拿到多少錢 可是安全的問題上俄國不行了 其實中亞五國在考慮美國 所以前段時間一個月前 這個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才剛剛訪問中亞 中亞表示非常歡迎 所以無論怎麼樣 就是說中亞五國有他們自己國家的這種主權 有他們的獨立 更何況他們都是伊斯蘭教國家 他們對中國迫害維吾爾族 其實有他們自己的意見 所以我們不能對中亞五國有任何的誤會